請開始 學姊 可是那你們兩個的想法咧 因為我怎麼很難看 展廷你要不要救援一下 感覺有點危險 對啊,你們看起來做得這麼完整 怎麼講得這麼少 有啦,有手掌的那個型態跟 那個意念有轉換進來 在座上去,可以感受到 設計的很大 還有 用鐵絲 構成它的線 然後 構成它的面 好,大家可以站起來看一下 蠻穩定的 感覺還蠻舒服的,不錯不錯 所以,我覺得主要的設設是這邊的目標 一條角,然後故意做一點沈思 原本的圖是這樣平行 但是你們發現,在你做的時候可能會有問題 然後就這樣做 然後這邊的線長也是拉成 也是像包入的線,然後有程式的 嗯,很好 有沒有人要補充的 就你們的製作過程 分享一下 剛才是設計的想法 製作上的材料啊,怎麼運用啊 雖然大家可能 比較常去工廠 大概知道你們裡面是什麼樣的結構 但可能也有人不知道 稍微介紹一下 嗯 我們製作主要的材料 我們的底座基本上是用 木箱 紙箱來做堆疊 然後來做整個堆疊的結構 然後我們外面再用 貼這個貼皮 我們貼皮比較特徵的是 我們不是用骨窗那麼薄的貼皮 我們是用那個 塑膠木地板的貼皮 像樹森那種的貼皮 因為我們的那個 反正表面還是不夠平 所以我們用這個來打它整個平板 然後它的質感比較明顯 嗯 然後我們前後選擇用類似皮的材質 是它的提升一些質感 然後這邊做一些調色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 然後我們這邊管是 是用水管 然後再用噴金屬器 來加速金屬的感 其實比較不好 如果我們有機會 我們想要試試看 用一個電獨的方式 是 讓那個金屬的感覺更正 然後讓物面跟亮面 有更強烈的對比 然後 然後 我們原本這邊 也是想很久要用什麼材質來做 我們後來發現之後 後來發現說 原來這個材質其實也是可以拿來做這個活動 然後我們一開始要彎木頭 什麼之類的 我們就 也是很多方法 但都沒有 成效不成功 所以 後來就決定用 也是用這個木頭 木頭 木頭 然後 效果 也不差 嗯 你們加熱是用什麼加熱 我們是用熱風加熱 熱風加熱 OK 然後 這一圈 這一圈 這一圈其實我們不是用水管管 因為水管管 我們這邊是工廠的 我們東西沒有辦法管 所以水管它其實 它的溫度不好控制 它溫度其實如果太多的話 它會整個軟掉 對軟掉 它原住體其實會塌掉 嗯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是蠻寫成補拉廳的 在做感覺 嗯 然後 然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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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一次到死 然後 我們這邊都會 潘水是沒有 一口 然後 會怕講到 就是 然後我們內部的材質是一共一塊 我們一種廢材 我們拿那個工廠的角落一塊大碗油 然後就讓我們趕快坐大車 然後去大碗工廠 背那個裡面那個什麼 然後買一串 沒關係你可以表達你的想法跟 你就他媽坑了300塊買的軟墊 這次讓我們學生好欺負 我們真的被欺負 還真的給他欺負 我們還真的給他欺負 他有送的 你剛剛有提到鼻子對不對 要分享一下你們這個造型跟鼻子的關係 因為我當我根本堂我覺得蠻有趣的啦 你們要跟同學講一下 一個想像的句話 嗯 一個鼻子可以大成這樣 所以這個鼻子的主題應該 對 就是俗稱的巨人應該是吧 嗯 所以 想像他在一個地板跟牆壁上面 嗯哼 是 好 你要不要舉起來把它貼在白板上 讓大家看你們要表達那個鼻子的感覺 因為他們這個作品原本是想要可以 對 有看出來嗎 對 他們大概是要做一個類似可以在牆壁上可以連結的一個椅子啦 所以這個椅子要在牆壁上靠近才會有那個感覺 嗯 好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我鼻子的感覺 好大家像這樣 好 OK 感覺順順很辛苦 好可以了謝謝 我們來開始做那個試作的測試 然後非常的快速已經結束了 對 好 因為他們這個作品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他們磨寶一種磨了 切滿久也磨很久 在那邊雪花亂飛的一個晚上 所以我就是 呃 整體就是上面的就是 嗯 然後我們上面是用 就是 也是 就是粗的 然後 繞兩圈斜 嗯 對 然後我原本是想說 就是 就是 嗯 嗯 嗯 對 這時候還是要實體的快 快體會比較好 嗯 嗯 順雨跟順雨要不要近一點 有沒有感覺有點分離這個組別 哈哈 拍這裡 拍這裡 不要啦 不要啦 你這樣沒有在沒有在照片裡面 要進來進來進來 對對對 好 那兩位帥哥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們的想法 嗯 嗯 想要挑戰一下直接鐵絲彎那個結構嗎 對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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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很好的建議 好 那順雨要不要講點什麼 嗯 嗯 沒有設備嗎 所以你點焊機都沒有對不對 嗯 好 我 這個想法本來是誰的 你的 OK 好 我記得椅背是這樣 好像下面有改對不對 下面就是 原本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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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成的 對對對 就下面有改上面應該原本你的草圖 好像 玩 重現度還蠻高的啦 沒有落差太大 這點還不錯 嗯 嗯 然後後來就是 像 一樣 嗯 對啊 這個是一個 一個正確的考量 因為如果你撐不住的話 你如果做了一個做大具會扁掉了一隻 那你的 我們下一關就會撐不住嘛 好 OK 嗯 那在材料選擇上咧 我看出你木頭選擇有一些巧思要不要分享一下 蛤 我就要強調你們塗色有塗 中間是淺 周圍是比較深色 應該有一些原因嘛 不會是塗爽的嘛 對不對 那你下面兩隻為什麼不塗 做處理 嗯 好 請你講到重點了 你們注意看他為什麼木頭 這三根會做一個比較深色的處理 有沒有注意到他的都是屬於垂直的線條 有看到嗎 他們橫向的線條都是比較亮 垂直的都是比較深 對 所以他在看過去的時候 他會有一種很穩定的規律感 再加上他剛才講的外層穩定內層是比較亮的 所以外層會感覺視覺上會比較穩固 就會覺得他做起來是可以撐得住的 當然還有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 垂直跟水平的線條的變化 對 各位要練習 就是這個椅子真的是你要去提案之後 別人選了你的concept 你要做一個prototype 要說服別人賣你這張椅子 他會幫你大量生產 你就把它當成是你要說服我 幫你們當